接下来到中文版,其实也差不多 比热时有一种叫普通的加热,有一种叫强热 两种不同的情况 当中我们说甲、链、钙、尾和铜 他们的验试验里面出现的颜色 分别是紫色、金黄色 金黄色有机会用持续黄色 那你都要知道是同样东西 钻红色、耀眼的白光和蓝绿色 大家提醒一下,这些是验试验当中的颜色 而不是我们那种铃子的颜色 因为试试过来,它就说CA异症是钻红色 那你小心点,这个说法是错的 CA异症的铃子不是钻红色 只不过CA拿去烧它的时间才出现钻红色 这一个你自己分辨得清楚 那出来,最后烧完 那那块是什么呢? 大多数都是白色的粉末,大多数都是没有颜色的 那你反而要记住一些有颜色的那些 例如我们说甲在热的时间就是黄色的固体 但凍了就变白色,黄变白的 那你自己背一背它 但是圆就是橙变黄的 那这个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那你自己去记住它的情况 那铁那个呢 其实如果真是Oxid氧化物的话 是黑色的,但当中我们说铜的 其实都是黑色的 但是铜的黑色的情况下 如果假设我把它还原 它整天都考虑这个 我已经答过三四次了 已经 将一个圆底的氧化同意 要变成铜,我们有一万个方法 包括我们一路烧它,一路通过一些煤气 包括我们可能烧它,拌一些炭进去 之类之类的东西去做这个动作 它就会慢慢由黑色变成红中色 所以为什么要记住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原因 曾经考过的颜色 我随便记住 当然其实有一些我没有记住 逻辑上它就没有考过 但是其他你都猜到什么颜色 例如这个PT是白金的意思 白金当然是白色 这个你都猜到了 那这些颜色呢 希望可以帮大家多一点 大家自己认住 那记住,去到A,G,P,T,AU 就烧它也是没有料到的了 那你自己猜到也猜到的 那你自己的银链也有带过 如果银链将它加热 是可以令到它们有反应的话 那就没有人带了 你拿出街,可能晒一点 它就走光了 那就麻烦了 那你自己找方法自己记住它